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小马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咱们继续学习SWIFT UI 今天是第19期 不过在给您分享之前 首先我还是先感谢一下 能够开通我YouTube频道会员的朋友们 您的支持是小马一直做下去的动力 真的是非常的感谢 好 那咱们开始今天的主题吧 什么内容 大家请看我的标题 定制topview的内容 上一期我给您讲解了 topview的最基本的使用的方式 对吧 咱们可以在多个view之间进行切换 那么今天咱们就要再定制它一下 该怎么做 咱们马上看一下今天的知识点 知识点有两个 第一定制topview里面的显示内容 上一期我给您用的是一个textbox 对吧 今天咱们稍微复杂一点 好不好 第二咱们要通过编程的方式来切换 topview的内容 上一期咱们是通过点击画面下方的那几个 icon 对吧 进行top的切换 今天咱们通过编程的方式 也要把同样的功能进行实现 该怎么做 咱马上看代码 好 咱们先少去马上实战演习 看代码的部分 大家注意看 我这是给您提供了两个view 一个是view一 一个是view二 我呢 给了两个值 哪两只咱们往下看 咱们先往下看 首先topview没说的选区 这是个选区的属性 要接收到当前选择哪个view的编影 按地址传递 然后呢 咱们每一个view 大家看看 这个topview里面定义两个子用 一个是view一 一个是view二 这view一 view二 也要把select这个选区的缩影往下传 往下传是因为咱们每一个子view 都接收到当前的选区 然后咱们在子view中设置 我想跳到哪个view 设置上它的缩影就够了 好不好 说白了 就是咱们只要在这个应用程度中 想显示哪个view 就把哪个view的缩影传给这个变量 就可以了 这是咱们设计的宗旨 好 咱们往下看 一个tableview 选区呢 就是这个变量 然后呢 我分别把这个变量再传到两个子view当中去 然后咱们大家注意看这地方也非常重要 这是设计咱们下方的这个table 这个icon的一些个显示内容 然后这个上期介绍了 这个可是今天新的内容了 哪个view的锁影是多少 在这个地方是可以定义 对吧 第一个view 就是这个主页view 它的锁影呢 我给一个10 tag10 如果您把这个tag设成10 就这个变量吗 对吧 这不通常传进去吗 你只要设成10 那么就会显示这个view1 同样 这个view2的tag呢 我设的是20 那么也就是说 您给这个变量传20 那么整个app就显示20 这个view2 这个view 这个是咱们整个设计 今天这个应用程序的主体啊 这个算法跑了咱们整个app的所有的生命周期 对吧 OK 那么咱们翻回来再看子view内容 子view内容就非常简单了 接收到咱们这一个 咱们说呢 要显示哪个view的锁影的这个模板级带状态的变量 只要咱们给它附上一个值 那么就会让A应用程序的view呢 进行跳转 因为我在这个地方定义了两个tag 一个是10 一个是20 那么你想跳转到哪去 你直接就给哪个就给咱们这个 zview index设上这个值就可以了 所以说大家请看 在主页view的时候 主页view的自己的tag式 是10对吧 但是呢 我要想跳到设置这个view 所以说我就把传进来的这个cd设成20 就会跳转过去 好不好 同样 咱们在设置view的时候 我想跳到主页 那么我只要把这个值设成10 就跳转过去 那么重要的地方来了 今天的应用程序重要的地方 这个地方记载着 当前显示的是哪个view的index 这个view的index 要传到tableview里面的选区当中去 同时咱们在定义view的时候 要给上每个view的一个tag 就是它的index 它的id是多少 对吧 这样的话呢 当咱们指定这个view的id 这个tag的时候 就会动态的完成跳转 好不好 希望我给您讲明白 还不明白 没关系 马上咱们建一个app 咱们运行一下 看效果 OK 那咱们马上先少建app myup没问题 然后sweet UI的生命周期 存到桌面上 这都没问题 然后我简单整理一下 最大化 好 最大化完之后 咱们考代码 是这样 我再多说一句 今天咱们用到这三个view 因为是咱们演示课件 所以说呢 这三个view 我都把它拷贝到一个文件当中去 但是您在实际工作中 这个每一个view 要为它单独建一个文件 好便于管理 好不好 OK 重点 重点 再说一遍 好 拷贝过来 放到这个地方 OK 然后咱们按住这个 command加B件编译 不报错 没有问题 然后咱们打开我的8加 然后command加2件运行起来 咱们看结果 是这样 在咱们实际工作中 通过编程的方式 让页面发生跳转的逻辑 几乎80%会用到 所以说呢 这些技术您都应该掌握 我在前几期给您介绍过 咱们如何通过编程的方式 跳转这个navigation link 对吧 今天咱们跳转tableview 其实都是非常的常用 咱们看一下 两个view 一个是主页view 一个是设置view 对吧 咱们上一期是通过点击 下面这个icon进行跳转 没问题吧 OK 今天咱们做了点编程 通过点击 这个按钮设置进行跳转 其实这个按钮设置 干些什么事呢 仅仅是设置一下 当前选择的view的ID 就可以了 咱们大家看 是不是笑我一样 现在咱们是在设置页面 对吧 这有一个go to主页 go to主页 就是这个代码逻辑 对不对 那么咱们把这个 按钮按下之后 会把这个sled设成10 那就回到主页的ID 大家请看 我现在是不是在主页 其实有主页 下面也是主页 是激活的 对吧 那么这又出来一个 go to设置 再点击设置 又跳过这 下面的也动作跳过去 对吧 没有问题 有朋友说 你代码 就设置一个这个ID 对吧 你能跳转 我相信了 对吧 为什么下面的颜色 也跟着发生变换呢 那是因为 咱们把这个selectviewindex 传到 按照地址方式 传到tableview里面去了 它通过selection 进行接收 那么它内部呢 就会设置 动态的设置 当前激活view的 一些个样式 没有问题吧 下面图标样式 也能够一起设置 这个就是说 咱们使用现成的iOS组件 给咱们提供的便利的地方 不过像我上次做的那个项目 这些个空间虽然也好 但是呢 总觉得 这个各个app都用这个标准的组件的话 显得千篇一律 就好比说 各个网站都用battlestrap 显得千篇一律一样 都像定写自己app独有的东西 所以说呢 这个地方呢 有可能会需要做一些个编码 设置咱们自己的tableview的空间 今后有时间呢 我也会给您介绍 咱自己去开发一个tableview 也是完全的没有问题哦 OK 以上呢 就是今天给您分享的所有的内容了 咱们呢 定制一下tableview里面的内容 一个是定制tableview里面显示内容 第二呢 咱们通过编程的方式 还能够切换它 希望您呢 能够掌握 这是非常常用的技术哦 OK 以上就是所有的内容了 我的代码呢 都会放到GitHub上去 有兴趣的朋友 您就下载参照一下吧 好 那这个视频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咱们在今后的视频再见吧 拜拜